最近消息要带您关心圣德禅寺的创办人圣伦法司杨赞如 他涉嫌猥亵女信徒 他中地方法院是判刑15年确定 那么听到判决圣伦法师面无表情 他从民国80年开始就陆续用加持和开示的名义 要求双修并且发生性行为 而寺庙的四名女法师还帮忙拉拢挫合 也被判刑一年十个月到三个月不等 全案还可以上诉